李文coco已经去了天上了 不过他身后留下的诸多争议一一爆开了 大家还记得吗 李文曾经担任过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当时呢他就曾经发出不平之名 认为赛制不公 觉得唱得好的学员 却没有二度挑战的机会 跟主办单位大吵 当初呢在大陆微博 还有两岸的演艺圈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随着他离开之后 却有一段录音档完整的流出 传出李文还曾经被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单位恶搞 而现在事件不断的延烧 也冲击到了中国好声音的星空华文的股价 今天是腰斩的 另外一方面呢 播出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浙江广电集团 其实也发出了最新声明回应 他们会来调查核实相关的事件 但是愤怒的网友继续不买单 就连大陆魄剧重量级的歌手韩红也发声 声援李文 试饭交唱李文投入带领好声音选员 随着生前与节目争执细节曝光 浙江卫视引起全网怒火20号声明回应 表示会倾听外界提出的意见 督促制作方改进 也肯定李文是好导师好歌者 值得他们铭记 会让每位参赛者得到尊重 进一步调查核实 但网友不以为然 抨击早该停播了 还要改进什么 更有人质疑声明 连印章都没盖 诚意不足 老师又没有最怀念他什么事情 月初现身告别是李文好友韩红 也发文期待上级主管调查 和未来对此类事件的规范 作为coco的好朋友 信任也心疼他 我就完全继承了 华健老师的点丘 风波不断 电台先锋1063声明永不合作 品牌科迪乳业也以影片表示 抵制浙江卫视从他做起 你要想往下走 签和约 九年 第一季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个故事 你是美甲老板 或者你是出纳员 其实呢 其实都不是 第一季成员张伟奇爆料 冠军是看利益关系选出 还加码爆出 学员背景都是假 另外传出参赛者徐海鑫发文 透露曾被节目艺人总监 及合作经纪公司议员 纳英姐姐纳新逼迫签不公平合约 但纳新的声明疑似流出 强调自己做不了这些事 甚至不认识徐海鑫 这个叫做不公平 遭指控对李文出手的 好生意女傅导身份也遭起底 负责现场调度灯光指挥 有人指称她是主办方公司的股东 还是一名富三代 先前更有人质疑 为何这样对待coco 女傅导一次回复确实可惜 但谁让她阻碍工作进行 黑料记录引起外界一片踏发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中国好生意制作单位 霸凌李文coco的事件 现在依旧在风口浪尖上 今天就邀请到 TVBS娱乐组的副组长 词音也是我们的直播康乐股长 词音来到现场 大家好 我来了词音来了大家好 好词音其实这几天 我相信你一直在追踪 李文的这个露营事件 而且现在这个黑幕一一被解开 除了刚刚我们今天 最新补上的进度新闻当中 其实还有很多的网友 还有中国好生意的选手 也自发心的在网路上揭露 当初的不公平待遇 对因为真的 就是要了解之后才发现 哇这个水真的是蛮深的 除了刚刚我们在这个 新闻里看到的 就是有些人出来讲之外 现在最新的呢是 他呢也这次也帮coco讲话 而且他不是李文站队 他其实是梁静如站队的 可是为什么他要帮coco讲话呢 因为呢coco那时候是跨战队 还去帮他指点说 诶哪里唱的好啊 哪里唱的不好 让他感恩在心 所以他觉得说 之前两位站出来讲话的 都是coco站队的学员 他觉得他 两个人力量不够 他现在当第三人出来讲 他说了什么呢 他也是爆出内幕啦 他就说呢 其实还记得刚刚里面有看到 就是李文不是跟节目组在吵架吗 其实那个何解文呢 他爆出来说 就是节目组要他写了之后 他才会说 那我让你的学员 还有机会继续比赛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那时候最受争议 就是总决赛 李文因为脚伤的关系 没有人扶住他 所以让他跌坐在舞台上 其实幕后他爆出了 大家才知道 原来那时候团队还说 赶快赶快你走快一点 其实看到他眼里真的是非常心疼 因为Coco那时候脚伤的事情 其实有录节目的人 应该都有察觉到 走路其实已经有点不太舒服了 结果节目组还这样子对他 所以这次也被爆出来了 还有呢 当时这个Coco在里面唱 永不失脸的爱 奇怪镜头怎么突然变黑白的 当时可能觉得说 啊是歌曲的气氛啊 是不是觉得有呼应 可是现在Coco走了 大家再回去看那个片段 是不是有一点点是在诅咒 或是有什么一样的意思呢 现在格外引发联想 那除了他之外 在同整是前阵子这个泽鹏啊 他是这个Coco站队的学生 他那时候一开始 就是在Coco离开了之后好几天 沉默没有发生 前几天一讲话 也是爆出了很多内幕 他就说其实当时呢 这个李文他早就有录语音跟他说 我脚不舒服 等一下你站我旁边扶着我 我才可以撑住 但是呢 泽鹏他去彩排的时候 手机是被节目组没收了 所以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而且节目组一直跟他说 你等一下不要看你老师 你离他就是远远的 你们不要站在一起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其实Coco是需要他帮助 直到录完影之后才知道 哦原来有这些事情 那现在还有一个内幕呢 就说转身按椅这件事 原来是收钱 你就是付钱 你就可以转这个椅子了 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大家这个 IG或是脸书 好多迷音哦 就是潘伟博 他明明没有要转椅子 结果呢 他还看着直指 他爽手是放在腿上的哦 所以他根本就是手 是没有按着任何的这个按键 结果没想到 哎下一秒他被转椅了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的嘴巴就是露出 What 就是意思是说他还很讶异 所以现在这个迷音在网络上流传 等于也坐实了说 其实你要导师转身 你只要付50万人民币 大概200多万台币就有了 然后现在呢 当然节目组也不会出来讲话 只是这个片段 就被各种人开始恶搞 等于也坐实了 就是这几天内幕 一直爆一直爆不停的这个现象 这样子 确实哦 其实从李文被这个制作单位 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甚至有些人说 这已经上升到职场霸凌的部分 还有整个赛制的黑幕是不是有钱 能使鬼推磨有钱就可以再选秀一次 种种的传舞甚至还有明码标架出来 让中国好声音就感觉要提拔素人明星的节目 蒙上了一层阴影哦 也因为过去这个节目很受到大家的欢迎 大家对他寄望很深 你会觉得说 他可能是中国或是华语音乐的 未来一个造型的场合 大家是寄予众望的 结果没想到黑幕重重 其实也会让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都说Coco被霸凌了 而且现在制作单位成为了众矢之地 更重要的是 这中间的核心人物也浮上台面吗 对其实刚刚如果在看那个吵架片段的话 发生短头发的女生讲话比较凶 大家都起底了发现他是副导 副导听起来好像 哎还是导演旁边的一个比较附着的角色 没有啊 大家起底发现 哇他这个来历真的是不简单 原来是个副三代 而且大陆网友真的也厉害 连他家的家产都起底出来了 说呢他除了是副三代 家族背景强大 而且爷爷好像大有来头 说他叫做流利这样子 然后说呢 其实他是这个主办公司的股东之一 而且上海英国有房产 还有人说英国是根本有一栋城堡 在上海的房子大概是一条街这么多 然后还说连总导演都要请示他 而且呢他其实在录影现场说 他态度是蛮傲慢的 而且呢只要跟他见面讲话 都要没收手机 这样听起来格外是有话外之音的感觉 而且呢就现在这事情越来越闹越大嘛 很多网友都会替Coco打包不平 或是开始在骂制作单位 欸流利就是这个副导演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喔 他还直接很明显的说 喔对啊他走了确实很可惜 谁叫他要阻碍我们工作没办法 这句话哇讲出来之后 又是在网络上又是炸开来了 大家都在讨论 而且开始一一起底 过去他做过和 比较对Coco大家觉得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像Coco都会常常帮学员发声啊等等的 而且呢有一次因为录影就是长达好几个小时不喊咖 那难免就是身为导师要一直讲话要一直烧脑 体力会难免不知嘛 所以呢Coco就是可能偷偷趁着镜头没在拍 吃了一口香蕉 欸副导演生气了 他就喊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看我的灯光这样子会影响到灯光 你这样不对啊 就噼里啪在现场骂了之后 然后有学员事后透露说 其实当下李文是红了眼眶 因为我觉得可以想象哦 李文也算是出道20多年 然后我没说她是华人第一个登上奥斯卡的女歌手 其实她应该要有应有的尊重啦 而且其实很多像是 慈樱我们娱乐所记者私底下跟李文采访 她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完全没有 非常的敬业 但是呢她拿出她自己一百分的专业 去参加好声音这样的节目 却遭遇到这样不平等的对待 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虽然李文已经离开我们了 大家还是不能接受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原因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不只粉丝网友 还有在台湾的我们她的歌迷朋友 觉得不可以接受类似的行为 这样一一被揭露之后觉得愤怒不可思议 其实是不是也有很多娱乐圈的大姐大 大腕明星们都跳出来替李文发声了 其实跟李文关系好了 当天都有去送李文最后一程 包括韩红就是刚刚有提到 哇在大陆真的是重量级歌手 还有资深歌手珍妮 所以珍妮其实这几天一直都有关注这些新闻 她自己脸书呢也都直接泡口大 就是直接骂了啦 她首先还说就是直接说 哇这真的是不进棺材不掉泪 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么的坏 然后说现在道歉根本就太晚了 指的就是因为那个浙江 说要发这个声明说他们一定会彻查 那看在珍妮的眼里他也是不领情啦 那当然也是持续的骂 然后还说这些人性在哪 倒是韩红呢 他就是比较中立一点点的 他当然也是终于打破沉默了啦 就是在这个浙江发的声明稿说 欸他们会去彻查的时候 韩红就说好 那我就看你们会怎么查 那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调查 并且对未来这些事情要做个规范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当然还是这些起底声浪不断啊 所以就开始很多 这边提到这个姚贝纳 因为其实纳英当时也等于说 这次也有点微微被卷入风波当中 大家就说什么 欸姚贝纳当年就是在纳英战队 突然被换取 疑似也是制作单位要求 然后还说是因为那时候他拒绝签给纳英 所以纳英用这种方式来报复 那后来还被看到 就是纳英要安慰姚贝纳 结果被甩手的这个画面 现在又成为就是大家的讨论话题之一啦 其实这几天真的是吃瓜 也不能说吃瓜 就是大家一直起底不断 那身为可能过去我们都很爱看选秀节目 真的会觉得说 哇原来节目是不是真的有一套剧本 所以每次在看节目的时候想说 欸是不是不用这么投入了 嗯确实喔 大家也会觉得说 欸过去这个选秀好看的点就在了 就是素人造型 那我们大家就觉得说 欸平的真本事 然后中国好声音是一开始看不到选手的真面目 是光靠歌声来决定导师要不要转身 可是现在呢传出赛制有问题 有钱就可以进钱十名 还有导师明明没有按 潘伟博就被转身送过去 让他觉得也是一脸觉得发生什么事 不可思议 所以种种的种种 当然会有很多喜欢这个节目的 粉丝朋友或是观众朋友 觉得自己被欺骗感情了 更别说呢 李文拿出自己专业对音乐的坚持 对公平的要求 要求赛制对于每个选手一世同仁的时候 却遭遇到后续算是报复吗 或是给他穿小鞋这样的对待 大家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现在中国好声音 现在他们最新一季的节目 还在大录播 还在录 对因为其实有人去求证制作单位 他们说他们还会继续录 还说他们会用更优质的作品 来回馈这个社会 哇这个听起来可能他们觉得说 希望就是可以给他们再一个机会 好好的做一个更干净的节目 但是也不知道网友会不会领心 其实让我想到之前 就是韩国也是有选秀节目 被说黑箱造假 当时制作单位还 制作人还被坐牢抓去关 那现在可能大陆是没办法这么这样子 所以就是现在看这些网友 或是可能真的要等待一下 这个浙江卫视这边 会有个什么样的调查结果才有后续 确实 而且刚刚这个韩红的po文也有点出来说 希望上级单位 那国王电总局接下来会不会出手呢 要请慈音继续来帮我们继续追踪咯 我们谢谢慈音的分享 谢谢大家谢谢 TVV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你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